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百对APP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万倩 知道今年又上春晚 第一时间跟谁分享了呢 给家里人说了 还是得跟他们报备一下 请个假 因为没有办法陪他们过年了 呈现最好的一个状态 做了哪些准备呢 维持一个比较喜庆和开心的一个状态 在排练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小的插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排练整个都是挺顺利的 因为是各物类的节目 我在后台终于认识了奥运冠军 欧婷宇 军桃 古达靖 虽然我们在站位中间隔着一条银河 好歹也是在台下说上话了 然后听听他们聊天挺开心的 我也不想 可这是春晚啊 今天一个道具 我也不想 激动啊 可这是春晚呢 有没有一只女儿想要的礼物 然后你这个春节会买给她 她想要的礼物 都特别奇怪 上一次过节 我问她你想要什么礼物 她说我想要一个戴口哨的帽子 是不是 就很奇怪 对不对 因为我女儿特别喜欢吃甜食 然后平常也不太让她吃嘛 所以这回我已经准备了一盒一盒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巧克力 然后这盒过年回去带给她 下期还会给她布置作业吗 不用了吧 我能够完成学校的给了一些小任务就好了 我觉得给她多一点开心的时光吧 如果家中会有听见说让她表演节目 然后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不会主动提这种事 那如果亲戚朋友提了她如果愿意想有这个表演欲望的话 那就她想表演什么表演什么 但是如果她不想的话 不强迫 因为小时候 这不是一个好的回忆 在湖南年夜饭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我们家腊肉腊肠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有的 然后我是打电话点过菜了 我说我今年我要有干锅辣鸭干锅鱼杂 就是鱼子鱼泡这些东西我特别喜欢吃 然后还有桂花年糕 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些喜剧天分在上面 喜剧天分这种东西可能还是得靠戏来验证 我也说不好 拍年会有一部那个清喜剧的电视剧要播了 女士的品格 嗯 马上就要播了 这个是属于一个清喜剧风格的 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有没有带她自己有很多女粉丝的原因 这个我倒是还没真的去想过 那你最想她的喜欢你身上有哪一点呢 如果我身上有什么能够在她们的学习中啊 或者生活中能够给予她们力量 这是我能够觉得我最开心的 说一个2022年自己那个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流行女孩 或者一个狗子那样子 我的眼睛就是尺 如果要是给你去年自个儿给自己领一个奖的话 你会领什么奖 全勤奖 我几乎没修了 我把兔子来一个三连拍 在新的一年兔年大吉 大产红兔身体健康满事如意 大产红兔身体健康满事如意